回来喂鸭子了 孔雀叫的好丑啊 现在听到没有 你说这 它是把我的脚当作母鸭子的 还是要攻击我 你们觉得 这是个野鸭子 这个野鸭子 已经一年多了 去年的时候 奄奄一息 就剩下一口气 然后喂药活了 到底是 你说它是要攻击我还是干啥 鸭子配对 就会跟攻击没法区别 你看它的翅膀是有问题的 给您看一下它翅膀 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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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羽毛是有问题 并不是说被剪掉了 看到没有 它的羽毛长起来之后 它的羽毛 只剩下那个鱼杆了 就都脱落了 不知道为啥 这个也是一样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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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太大 并不是说我给它剪掉了 要抓你还不怕我 你说它是要攻击我 我还不要把我的脚当母鸭子 看它的翅膀都是这样的 只剩下鱼管了 就是没有那个毛 就只剩下中间一个杆子 翅膀没有骨折 它是羽毛 它反正一长起来就是这样 也不缺一样 我们家我为了塑料都挺好的 这反而科尔亚们都长得挺好的羽毛 就它的羽毛有问题 可能它的毛狼有什么问题 一长出来羽毛就是有问题 所以并不是我把它剪掉 不让它走或者什么样 只是在我这边 没有囚禁过任何一只野生的鸟 除非它是放不了的那种 这野鸭子汉 哎呦吵出了 看羽毛吧 也不是有虫 有虫也不是这样 不知道 啊公雀在这里 它一听到有动静 它就这样 晚上就会猛的叫 猛的叫 天天晚上就在屋顶睡觉 这公雀 咦 看看 感谢观看